Hello, 北基道 今天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是中共要求法學院學生和學者 堅定立場抵制西方錯誤 我先和大家披露 然後否釋大家的厲害原因 中國官方要求法學院校的師生 和法學理論的工作者 在原則問題和大事大飛前 堅定立場反對和抵制西方錯誤的觀念 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法治道路 中國官媒新麻社 星期日報導是2月26日 刊登了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的辦公廳 印發的關於加強新時代法學教育 法學理論研究的意見傳聞 強調要堅持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法治思想為根本的遵從 堅持加強中共全面的領導 確保法學的教育和法學的理念研究原則 正確的政治向前的部分 簡單地說 就是一定要跟黨的政治的立場走法律的部分 這個繼續說 文件明確提出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 加快構建中國特色法學科的體系 學術和話語的體系要牢牢把握中共領導 是社會主義法治的根本保證 將中共領導貫徹到法學教育和法學理論的研究全過程 各方面 文件更加強調要教育引導法學院校師生和法學理論工作者 做習近平的法治思想的堅定信仰者 積極的傳播者 無犯的實踐者 西方三權頂立的司法獨立和重政等的定義西方 全部都是錯誤觀點 文件將西方重政三權頂立 司法獨立等定義錯誤觀點 要求法學院師生和法學理論工作者 堅定反對和抵制這些觀點 在原則問題下 大是大非的面前下 是要其次鮮明立場堅定 文件還要求 要創新發展法學理論的研究體系不斷完善 馬克思主義法治理論體系 堅持把習近平這個法治思想和研究喘息作為首要任務 要圍繞著新時代全國依法治國的實踐 切實加強扎根中國文化立足中國國籍 解決中國問題的化學法學理論研究 不做西方領導的本文工 架構從架構開始構建中國自主的法學 認知知識的體系 文件更加提出要維護推進 對外交流和合作 加強習近平法治思想國際傳播 充分彰顯習近平法學思想理論的理論毅力 真理毅力實踐毅力 講好中國法治故事 提升中國法治系統和法治理論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 這個就是簡單地說 否定了一切西方的法律上面的一向的普世價值 差不多 那怎麼這麼說呢 因為跟手下去又有另外一個 習近平呢 就在最近出席兩會的期間 就說了一番說話 始終當民企是自己人 呼籲是要有擔當速共負 要求治國轉向高質量發展 撐平台企業衍生手 究竟說什麼呢 他就是說 中國疫情最後要趕 追著經濟提振民企信心被視為奸權之一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剛剛的時間 3月7日 就參加了全國政協第十世界第一次的會議 民建公商聯的組織會議的時候 就這樣說 表示 中共始終把民企企業和民營企業加當自己人 承諾要幫民企排難解憂 令民企公平參與市場勁恩 放開手腳輕裝上陣 專心勵志搞好發展 但也要求民企自覺轉向高質量發展 承擔了什麼呢 就是共同富裕的社會責任 習近平在會議指出民營企業是中共長期執政 團結帶領全國人民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 目標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重要力量 我們始終把民營企業和民營企業當作自己人 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於以支持 在民營企業遇到困難的時候於以指導 習近平更加說 優化民企的發展這個環境要破除了 民企要公平參與市場競爭的障礙 依法維護民企的產權和企業家的權益 我們繼續講習近平的這兩個理論